在加拿大大学学习的费用是多少? 加拿大的每一所大学都会选择向学生收取多少学费 这取决于课程、学生的祖国、省份和学位水平 在加拿大学习的加拿大公民平均在本科阶段支付6500加元 所有数字均以加元计 国际学生的学费明显高于加拿大公民 尽管仍低于英国、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其他英语国家的学费平均每年36000美元 国际学生的牙科和医学费用通常更高,平均5.9万美元 而艺术和人文学科的课程则远低于此 商业和管理课程更符合全国平均水平 约为36000美元 研究生学位也被称为研究生课程 全日制学习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 研究生学位的费用约为21111美元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各省的学费差异很大 例如,安大略省的学费最高 本科生约为45000美元 而纽芬兰省的本科生平均学费约为16000美元 在加拿大,学生住宿有几种选择 这些住宿要么是民宿 学生住在大学城的住宿处 要么是大学住宿 要么是私人住宿 费用各不相同 一些寄宿家庭服务收取200美元的初始安置费 每周平均费用为250美元 大学宿舍或宿舍的平均费用为每月250-625美元 许多学校还提供校园用餐计划 私人共享住宿每月约1300-2500美元 不过,这取决于省份和你选择入住的房屋、公寓类型 根据加拿大学生签证要求 你的学费必须至少有1万美元 如果你在魁北克学习 则为11000美元的盈余 尽管为了支付生活费用 你的预算需要远远高于此 蒙特利尔大学估计 学生每年总共需要15000美元来支付住房 书籍和课程用品、电话费和其他费用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估计这一数字为15500美元 温哥华是加拿大居住成本最高的城市 尤其是在租金方面 魁北克的城市是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之一 一个重要的成本因素是强制性医疗保险 它的成本因省份而异 医疗覆盖范围因省而异 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曼尼托巴省、新布伦瑞克省、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 新斯科社省和萨斯卡彻温省根据省级医疗计划为国际学生提供保险 但这取决于您的停留时间和来自哪个国家 计划在魁北克、安大略、爱德华王子岛或玉空地区学习的国际学生 必须安排自己的私人健康保险 如果你住在私人住所 每月大约150美元应用于支付你的基本水电费 如电费、暖气费、水费和市政费 互联网每月大约40美元由租户分摊 平均一学年所需的所有书籍约为600美元 手机套餐每月约为30美元 单程公共交通票价通常需要几家元 月票在80到100美元之间 尽管许多交通系统提供学生折扣 出租车在加拿大是一种常见的交通方式 每公里的费用在2美元到6美元之间 燃油价格为每升1.729美元 在加拿大生活时 你应该考虑购买保暖的冬装 因为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40摄氏度 它每周在食品店的平均价格为50到65美元 一条面包的价格约为3美元 在加拿大的一家餐馆里 一顿饭每人大约15美元 一张电影票大约9美元 酒吧里一瓶托啤酒的平均价格是5美元 一瓶中档葡萄酒的价格是15美元 一个巨无霸的价格是5.25美元 每月健身房会员费约为30美元 但可以通过货比三家找到更便宜的优惠 在哈利法克斯 晚上外出的平均费用在45美元到75美元之间 在多伦多 为了遵守加拿大的公民身份和移民条例 学生必须证明他们在加拿大学习期间 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 然后才能开始上课 本科生和研究生级别的国际学生 都可以获得奖学金 助学金和助学金 只要他们能够证明上述情况 尽早开始研究这些选择很重要 因为奖学金资金竞争激烈 供应有限 奖学金可能用于体育或学术成就 或某一学科的特殊能力 该机构的网站上也有专门针对大学的奖学金 但也值得研究贵国组织提供的留学奖学金机会 加拿大联邦奖学金计划 为其他联邦国家的学生提供资助 加拿大国际全权证书信息中心网站也很有用 许多企业、商店和餐馆提供学生折扣价 并提供课程注册证明 学生卡或学生折扣卡 减免幅度从10%到50%不等 这意味着学生可以在有预算的情况下生活 并且仍然可以享受在加拿大的时光 加拿大航空公司还降低了学生的机票价格